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等号的方向会改变 另外如果想左右两边兑换 那么不等号的方向也会一起改变 另外这里还说不要乘除字母 因为也不知道字母是不是零 但是目前没有人会做这种事情 所以过 那我们做几个例题 除了要解不等式 还要在竖轴上画不等式的解 第一题 现在x在左边 就把x一个字母留在左边 其他数字放到右边去 题里面说 左边有加6 所以就两边一起先减6 两边一起加减数字 不等号方向不会改变 现在左边还有乘3 那就两边一起除3 因为除的是正的数字 所以不等号也不会改变方向 现在得到x小于负1 只是小于号 不是小于等于号 所以竖轴在负1的位置是圆圈 不是点 第二题 先用乘法分配率打开括号 左边有正2 那就两边一起减2 现在下一步得到负2乘x小于等于0 两边一起除负2 现在有两个重点 1 0除所有数字都等于0 2 因为两边一起除了负的数字 所以不等号会改变方向 现在得到x大于等于0 可以大于也可以等于0 所以竖轴上0的位置是圆点 不是圆圈 第三题 题里面有一个分数 分母是5 所以可以两边一起先乘5 乘的数字是正数 不等号不会改变方向 现在左边还有乘2 那就两边一起除2 因为除的是正数 所以不等号也不会改变方向 现在x大于-5 因为只是大于-5 不是等于-5 所以竖轴在-5的地方是圆圈 不是点 第三题 题里面有一个负分数 先不管负号 分母是4 所以可以两边一起先乘4 现在有-3乘x大于等于16 两边一起除负3 因为两边一起除了负数 所以不等号会改变方向 所以不等号会改变方向 -3分之16是-5又三分之一 比-5还要再小一点点 因为是小于等于 所以在竖轴上画圆点 不是画圆圈 暂停一下 下面是练习时间 完成这四道题 然后我们对答案 对答案也没有解说了 听音乐看过程吧 然后会草草结束 没有任何花儿 嗯 打开 地负纸 蚱细 连栏 两边 第二 我 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